好,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那一樣呢,我們繼續做舊的HATOI產品的介紹 那首先呢,這支是MK6 那在MK4出之前,它算是最有誠意的一支 怎麼說呢,它裡面附的配件非常的多 其實比MK4 II還多啦 其實它算是目前HATOI裡面所有的鋼鐵人裡面最有誠意的 比MK4 II還要有誠意 那不過外盒一樣維持一樣的簡單風 就是偷懶的外盒 那我們轉一圈看一下這個外盒的部分 那外盒沒有什麼好特別的 那把它拉起來之後,你可以看到 內盒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裡面的配件,所以我們就把它打開了 所以我把它拿出來 好,那它附了正常版跟戰選版 那這個部分是幾乎呢,你等於是兩支不一樣的鋼鐵人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配件非常的豐富 這邊你可以看到手,那這邊一樣 跟MK4一樣啊,就是你可以換手臂變成發射子彈的 那這個,基本上 手臂的部分 這個地方幾乎是跟MK4是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好特別再去介紹 那手掌呢,一樣是六組 不能說六組啦,一樣是 總共四對手包含裝在上面 然後一組可動手的部分 那其實有可動手之後 其他的手都用到的機率很少 幾乎都裝可動手 那其他手勢就幾乎只是 擺在裡面,通常不太會去用它 而且可動手是塑膠 其他都是軟膠的 所以其他手也有可能會退成粉紅色的 然後這次的底座也還不錯 那一樣維持就是 一直以來底座都做得很小 所以鋼鐵要站在上面並不容易啦 就是底座偏小 很容易就摔出底座外 不過這個底座做得蠻細緻的 那上面還有一支 電影裡面 死掉的機器人 雖然這一支機器人並沒有出 可是它有做在上面 那如果真的要講這支有點偷懶啦 因為這邊細節都沒有上 別的顏色 它就純粹上一個顏色而已 所以這個是有偷懶的 那地台呢也有偷懶 岩石的質感跟草地的質感 完全上一樣 就是岩石也許不需要反光 那草地的部分好 那不過重點是 至少它不是只有一個簡單的地台 它還有一個有形狀的地台 那這已經是不錯的部分 雖然沒有到非常滿意 那不過已經比上格接受還好 那當然還有一個圓形的地台 然後沒有附就是格納庫的地台 那這個是NK6的這一層的配件 那我們把它放到旁邊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主角了 然後把它打開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是它的配件 那很明顯的內褲褪色了 那當然它有附一些暫損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暫損已經是裝在上面了 那有一個手臂是沒有暫損的 那這兩片呢是它這片一樣是 裝後面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把它裝上去讓大家看一下 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是 它上面附的元件 然後有一個頭雕 那不過呢這個頭雕呢 它一樣附的這一片 那附的這一片呢 可是它沒有附一個東西 就是脖子 所以呢這個頭雕呢 基本上這個附的是讓你裝 NK4的頭用的 它並不適合裝 目前這個有面罩的暫損頭 所以知道一下 但是這個等於是 多送的 然後讓你NK4 可以去裝脖子 裝在NK6的上面 好那所以理解一下這一片 你不要想說為什麼 有這一個 可是這邊並沒有地方 可以裝或是可以套的部分 好那OK之後呢 沒有暫損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再來比較 有暫損的部分 那這個是沒有暫損 雖然沒有暫損 它也是有些微的做了一些 銀漆的那種刮傷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部分 那NK6跟NK4最大的差異 就是前面的反應爐改成 三角形的 那這邊呢 運斗這一塊呢 基本上跟 NK4是一樣的 所以它沒有什麼特別的部分 只是這邊呢 多了可以換暫損的部分 那這邊呢 多附了一支 手背 那這個手背呢 它不像 後來的那個 附了兩個手背的部分 是偷懶的 就是 我忘了我開哪一支 好算 它有附了兩個手背 可是後來附了兩個手背 是沒有燈的 那這個 附了這個手背 是有燈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燈 是 會亮的 那這是比較 好的部分喔 就是它有附手背 然後再來 手背的燈 這個真的是 可以調的 不像後來附的那個 戰損的兩個手背 然後它的燈 是不能亮的 那當然這邊你都可以換成 飛彈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 頭雕的部分它有附兩個面具喔 不像那個MK7的 戰損版 就少附了一個面具 就是很節省掉 又是限定版的部分 好那頭雕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把它打開 你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頭雕的部分是 沒有 沒有戰損的啦 就是 雖然盔甲受傷的很嚴重 可是臉都完好如初 沒有受傷 那這就是這個 頭雕的一個 特色了 好那你轉到側面 好然後跟背面的部分 那跟NK33比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 NK33的部分 NK33的頭雕其實 是目前看到 戰損頭雕其實 算是做的 比較好的 雖然我覺得 NK7的頭雕 NK7的戰損版 那個頭雕 就是限定版那個 做的更好 而且這邊的細節 還會更多 那這邊都是偷懶 你可以看到 只有NK7戰損那一隻 是真的 沒有偷懶 那這邊頭髮也露出來 這邊沒有 那主要就是 可能盔甲設定不太一樣 這個比較高 你可以看到 NK33的面具 是沒有辦法 合在上面的 因為它的面具的 位置是不一樣的 所以實際上它頭 其實是做一樣 只是一個額頭比較高 一個額頭比較低 所以來 呈現差異度 所以才會一個有露出頭髮 一個沒有露出頭髮 那這兩個斯塔克的 年紀差不多 已經差了 有五歲到十歲了吧 就是 新的NK33 雖然都有很多細節 它相對也比較老 那舊版的 比較平滑 也比較新 那 比較一下新舊版的 NK33的頭雕 那這個OK之後 我們把它放回來 那再來呢 我們就來看 主體的部分 就是 它所附的這些 東西之外 再來就是主體 那主體呢 除了 內褲會退色 這是沒有辦法的 還有 NKC確定能夠病的 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軟腳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是天生的缺陷 有些人可能一滿就軟腳 有些人可能 在家裡放一陣子之後 軟腳 那圍這一隻呢 它也有 一點點軟腳 就是這一 這一隻腳呢 會不自覺的 它自己 抖動起來 可能它跟Akira 有很大的 血緣關係吧 好 那不過這沒有辦法 那這個就是 軟腳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 特寫看一下這個面具的部分 這個面具呢 就是 戰損的面具 那戰損的面具 你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 並不是 只有靠塗裝 它還真的是有 雕刻進去的 那面具可以拆下來 裡面有 可以看到燈 所以這個面具呢 不像新版的燈 是從這裡開啦 這是舊版的 所以舊版只讓你換面具 你可以換成戰損 跟沒有戰損的面具 可是 燈的開關 還是跟以前一樣 就是跟NKC一樣 是坐在脖子 一直到 然後 NK7的時候 燈才改在頭裡面 NK7之前的燈 其實都是坐在脖子 甚至你有之前 早期的NK2 它的頭 還沒有開關 就是頭的開關 是跟胸甲在一起 你一打開之後 它就全部都亮了 好那這兩片呢 剎車片是 跟NK4一樣的 不過我們還是把它裝上來 這樣子 它看起來比較完整 所以呢 我還是把 剎車片裝上來 它一樣是有 所謂的 腐蝕片 那 NK7呢 我覺得它整支的可動 不是NK7 講錯 NK6呢 我覺得它整支的可動 基本上跟NK4是一模一樣 它的光節設計 也都是一樣 只是 唯一修改的可能 搞不好真的只有反應如 從原本的圓形 修改成三角形的部分 好那這是比較 大的一個 修改 其實它基本上呢 它沒有什麼 變化 那這個有點緊 所以 裝不太上去 我已經講了很久了 它還在卡住 好OK 好那再來呢 前面這個胸腳是可以拆下來了 因為我們那邊已經有拆下來了 那我們一樣拆下來 讓大家看一下反應爐的部分 那反應爐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這邊都是一樣的 不管是NK4或是NK6 這邊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它並沒有做修改 連包含裡面的這個反應爐 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這一圈不太一樣啦 就NK4跟NK6的這個 核心是不太一樣 只有這邊是 一樣的的部分 好那這是戰損的部分 戰損呢 其實它做得非常用心 那這一塊一樣沒有鐵片 所以一樣 不適合裝在整備台 好那戰損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胸甲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有做了 彈痕 然後做了破洞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盔甲的部分 那這是比較細緻的部分 那手臂的可動 如果你有去看過NK4 應該就是跟NK4一樣 轉圈上沒有問題 那這邊沒有多餘的關節 所以呢 你要舉上來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 好就是注意一下 平舉的部分也OK 然後 有一點鬆是多少都會有啦 這 玩久了多少都會這樣子 那這一片是可以拆起來可以換的 那手臂的部分呢 它有 兩重關節 可是呢 因為盔甲的關係擋住 你沒有辦法再做更大的角度 所以 90度已經是最大的極限了 好 那我們把它切回來 好 那再來就是腰部的部分 腰部的部分呢 跟NK4一樣 這一片呢 是勉強可動 然後上面 上半身是可轉的 所以這邊的設計 全部都跟NK4一樣 然後腰部可以拉起來 那可彎的角度呢 基本上比NK4再高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往前彎的角度 比NK4稍微高一點 就是這一片可以稍微往上推 讓你可以 彎下來 多一點點的角度 把這個 手轉上來 你才看得到 好 你就可以看到 它可以比NK4 多彎了一點點角度的部分 那 後面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好 這是呈現這樣子的 感覺 好 那這個就是腰部的部分了 好 那 欸 頭掉 OK 好 那 這個呢 是腰部最大的範圍 那腳的部分呢 基本上都一樣 那連側面 側面的這邊 幾乎也是跟NK4一樣 甚至我覺得 這一支除了反應爐 基本上是NK6 其他幾乎都跟NK4是同一個 模具去做修改的 所以這邊呢 一樣有設計不良的部分 你可能在轉的時候 這個尖刺會刺出來 那它一樣是可以 開出這一個 類似有點 在電眼裡面 有點像機槍炮的 東西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那這邊呢 都是一樣的部分 除了 粉紅色的小內褲 非常的顯眼之外 好 那這個 腳呢 往上舉到這邊 角度算是最大的 別 的部分 再不卡到 那個 內褲的部分 那後面也是 後面比較容易卡到 後面如果卡到 就是只能動一點點 那如果 你要硬把內褲 卡到變形 當然也是可以 並不是不行 因為這件機器是軟的 你可以讓 腳塞到內褲裡面 只是 通常不建議 因為會折到 好 那這個部分 是腳的可動 然後 小腿 OK 大概是 90度的部分 好 那一樣 後面這片 一樣是可以翻起來的 這邊 都跟NK4 一模一樣 甚至我 這個腳 翻過去 它也是可以裝到NK4上面 這沒有什麼 很大的 差異的部分 那 再來呢 就是這邊 這邊有一點點 軟腿的部分 那軟腿要修理比較麻煩 因為 你必須把 這一塊 拆下來之後 據說裡面有一個螺絲把它鎖緊 它可以解決這個部分 那必須在那個螺絲沒有崩牙的前提下 如果那個螺絲有崩牙呢 鎖緊的意義也不大 所以 通常 我們就不再做 修理的部分 就讓它繼續當它的Aquila 好 好 好 那我把這邊大概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整個部分 那 腳的部分也是 腳踝的部分幾乎全部都可動 所以這邊沒有什麼問題 那腳掌前半的地方是可動的 所以腳掌幾乎是這隻 腳色最沒有卡住的地方 好 那這個就是 NK6的部分 那NK6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附了很不錯的戰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目前應該是唯一一隻腳 手 胸 頭 全部都有戰損的 後來越出越偷懶 因為NK33只有胸甲這一塊 其他全部都跟新的一樣 所以你換呢 也只有換胸甲這一塊 沒有其他的地方戰損是可以換的 所以 NK6的部分 跟著在這個地方是比較有誠意的 那NK42很有誠意的地方是 很多地方都可以換 但唯一缺點就是 腳的部分是沒有 那NK42呢 它有多送 就是 戰損的地方 可是就是 腳的地方 然後 這邊都是 全藍如新 然後上面 回舟海料料 好 這是最大的差異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看完了這隻腳色 那最後一樣 我們來 那個轉轉樂 來讓大家看一下 腳色的各個角度 那大家也可以去比較一下 就是我覺得 它最大的差異 真的 就只有 跟NK4差在 中央的部分 其他幾乎跟NK4是 一模一樣 沒有很大的 一個差異 唯一差異就是 內褲同樣都是 會褪色 那這是比較 令人遺憾的 不過 至少現在有 非常多的人在幫人家 補救小內褲的部分 所以 大家可以 參考那些人幫你補救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來把 轉轉樂 拿下來 我們只好先 讓我的 東亞重工 先 蹲在這裡 然後把轉轉樂拿出來 然後我們把 它固定一下 那我們這次呢 讓它有一點 前彎腰的姿勢 必然 它還有一點點彎腰的效果 所以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姿勢的部分 好 那這個彎腰已經是 幾乎是它的 最大極限 好 OK 好 摸到什麼 掉什麼 畢竟它是戰索的部分 好 那戰索手背 也做得很不錯 等一下 特寫旋轉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戰索手背的部分 OK 那這片把它吸回來 好 那最後呢 我們就來 轉轉樂 也謝謝大家 收看這一次的 MK6的開箱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這一隻的角色 那這隻角色 真的是 HATOY很有誠意的一隻 就是附的 配件算是最多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每個角度的部分 好 那這是 腿部 腿的戰損 然後再來 腿的戰損 的部分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手臂的戰損 那 在這隻手臂 它是幾乎混整隻手臂 所以 這隻手臂有非常 明顯的戰損 的部分 那肩甲也是 你可以看到肩甲 就是有做 彈痕的感覺 好 然後最後就是 頭跟面具的部分 好 因為它一直轉 所以它有點 對不到膠 可是 讓大家多看一下 那這個是我覺得 做得很棒的一隻 然後又有不錯的地台 再加上 幾乎附了一組 戰損的盔甲 還多了一隻 戰損的手臂 好 最後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MK6 大人玩具開箱 那歡迎繼續鎖定 下一次的新舊品開箱 謝謝大家